县政府代理秘书长饶中代表县长徐正蔚 28号前往刚当选的县委员服务处执政匾额 除了恭喜呢 他也希望议员们在议会上可以共同为地方发展来努力 大选一句落幕了 为了表达对当选人的祝福 忽然县政府代理秘书长而终 代替县长徐正蔚 前往县委员郑保秀的服务处来表达恭贺 同时也执政匾额 达达肯定郑保秀为民服务的用心 恭喜我们真一眼高票连任啊 县委员郑保秀表示 对乡亲的地方需求 他可以说是站在第一线 来为乡亲争取照顾地方 四年当中的努力 也感谢学员们肯定让他高票当选 非常感谢我们新秀地区的乡民 非常肯定我让我那么高票当选 但是我也觉得很有荣誉 因为长这四年来 我对所有各村 我们乡里面有需要 我服务的地方 或是需要改变的建设 我都跟我的儿子 譬如说在马路 都会在那边站三四十分钟 看车辆的来往 然后再来决定 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改善改进 譬如红绿灯的减秒 或是说道路的改善 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的选民眼睛是雪亮的 让我那么高票 我余有荣誉 那我也是新秀第一个女性的先议员候选人 也是先议员 那所以我更应该加把劲 更应该努力 是我的原则跟目标 因为受到乡亲的肯定 我相信 我也更决定 这四年 我会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用心 积极 为我们的建设 跟乡民的需求来发生 专门学表示 山登先元四年当中 所有地方建设 全部投入在新城乡 来建设的地方 学员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都会用心倾听 意义来解决 这是获得乡亲的支持 同时 他也会继续来为地方做事 接着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